你要計算的是月 比如說你這個後面要 加三個月那你要怎麼加三個月 勢必就是你要怎麼針對這個月去做加減 可是 因為日期裡面有年月日 所以一般的習慣做法這樣 就是說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能要利用日期時間裡面的 這個叫DAT Date函數 那這個Date函數呢主要就是幫我把 這個 日期 做格式化 裡面一定是YM就分開來 那Y指的是哪一個呢 比如說 你不能直接給他一個日期 你必須給這個日期裡面的年 那怎麼只有把這個年抓出來 你必須要配合一個函數 叫做EAR函數 所以必須怎麼樣在前面加上EAR 前刮壺 後刮壺 再把這個日期 你會發現 放在這個天的放在這邊 你會把2020就出來了 那曼時的話呢 當然一樣 來 加一個曼時的函數 然後呢給他這個日期 他會把7抓過來 後刮壺 那他的日的話呢 就DAT 所以其實這個計算方法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你不這樣做的話 那就會出錯 一定要把它分開 年歸年 月歸日 月歸月 然後 那如果你要加減 比如說後三個月的話 記得是在曼時的地方 去做加 所以加3 是在這邊加 OK關鍵在這裡 OK 然後 包完之後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顯示 是10月24 你不能說直接就把那個加 加三個月 你不能 那當然 你也不能說 把日期加90天 就三個月 不一定啊 因為有的31天 有的30天嘛 那個月份 然後三個月的話 前三個月的話 那當然就負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公式 複製 貼上 有沒有 然後把這邊改成減 減三個月 打勾 4月24 沒問題 那其實這樣的計算方法你會發現 好像蠻麻煩 為什麼 總共會需要用到四個函數 Date year man's day 這個基本觀念 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 在內建函數裡面有另外一個函數 叫e-day 這個e-day函數 可以幫你怎麼樣 簡化你剛剛的 動作 那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在旁邊 再做一個練習 插入函數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e-day這個函數 在哪裡呢 日期及時間裡面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 版本 以色列的版本 如果太舊的話 比如說是2003以前的版本吧 你需要再多增加一個叫 載入那個所謂的分析工具箱 就是爭議集 如果在2003以前的版本 你需要做 把那個 爭議期 他本來是在爭議集 不過2007以後的版本 就直接已經加進來 所以如果你2007以後就沒問題 2003以前可能就會有問題 OK 如果2003 以前的版本 那你可能用剛剛的方法 如果你是2007以後用e-day 那這e-day就簡單了 什麼意思呢 Start date 這個日期 Month 意思就是說 後三個月就給他刪 按確定 有沒有 但是他回來的話可能會有數字 沒關係 把它格式化 成為日期 這個日期 OK 那你會發現 2010的 10月24 OK 那當然 一樣的方法 這個也把它先格式化好了 等一下因為他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 數字格式吧 那我們把這個公式 乾脆一樣把它複製 移到這邊 那前三個月的話 只要什麼 負三就好了 打勾 結果 其實一樣格式不同而已 那你想說 這個 跟這個 哪個公式短 那這短多了 對 好用多了 所以 這個地方 當然 因為剛好 我們的 這個 e-sale裡面 它有提供一個叫e-day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 比較快的 可以把 這個公式給簡化了 但是在 實際上工作裡面 還有蠻多需求 比如說 這一 奧運當天的 前 三 季 前三年 前 年季 前三週 有沒有 那 問題如果你都沒有像 e-day函數這樣的好用的 函數的話 那勢必 你就變成 也是一樣要自己再去 做 前三年的話當然 你就是在 e-er這邊去做 有沒有 加減 有沒有 e-er後面這邊 前三年就是加3 減3 年還好 可是季的話怎麼辦 前三季 一季三個月 那其實也還好 只是說你變成你要把那個 季的部分 就是說 要變成 月份來處理了 變成一季就是三個月了 OK 那周 那可是問題是周 周變成說你要用 那個什麼 日 7天嘛 所以前 後三週的話就是 3再乘以 7 然後再 對著這邊處理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後面的話也許 奧運的假設 底下練習 前三 月 這個是年 前三年 前三年 然後這邊的話呢是 季 周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 季季 那這邊可以把它改成周 OK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啦 有沒有 就是說前三個月的話 前面前三個月 那如果用 Date函數來做 是這樣子 可是年的話 其實就是 year這邊去 去改 好所以你可以用這公式 Ctrl C 貼到這邊 那加三的部分就不用了 後三年的話就是加三 三年的話打勾 那就是2023的7月24 那G的話呢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加三 那其實這邊因為一季 等於三個月嘛 所以可以怎麼樣 加上 應該是 3 乘上 3 其實你問你輸入9也可以啦 應該是 3G 3G的話那就是9 所以這邊的話打勾 乘3 我看 這樣也可以 OK 所以它會自動算出 那 後三周的話 周的話就是 公式裡面 它也不是加 月 而是在這邊 加上多少 3 3 3 周的話就是 3 乘上 7嘛 OK 然後打勾 這是後啦 錢的話我想你自己也是 當然類似 可是 其實說真的還是有點麻煩 不過至少 如果你將來你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也至少還可以解決 那如果你要 再更簡單一點的話 其實 內建函數沒有 它沒有像 Eday函數 那怎麼辦呢 可能就是要自己寫程式了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 有加上所謂的 制定增檢 年 G 周的函數 那這邊有一個 制定一個 方選 所以年 這個叫 Eday Y Eday Q Eday W 那也可以達到 剛剛的目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那如果 因為這個可能 正寫的方式 大概流程差不多 只是說你 假設你我們已經寫好了 那我可以把剛剛的 那三段程式貼到這邊 所以我們的電腦本來是沒有 Eday的底線Y 這個是我自己定的 Eday的底線Q 是幾G Eday的底線W 那 我如果希望能夠像剛剛Eday這麼好用的話 那我可以制定三個 可以在旁邊練習 比如說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後三年的話 可以用Eday的底線Y 給他一個日期 這個日期 奧運當天 三年輸入三就可以了 那他也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產生一個 日期 不過因為他回來的話也是個數字 所以你把它格式化 把它格式化成一個 日期 有沒有 7月3 應該沒錯 然後後三季的話 是有一個 Eday的底線Q 然後給他一個日期 再加上三季 按確定 有沒有 一樣 然後 後三週 那後三週一樣 插入函數 Eday的底線W 然後 一樣給日期 三週給3就好了 所以其實 後面的方法當然簡單 不過這個可能要 去做一個程式撰寫 結果都一樣 這個跟這個 當然如果你自己做的話 你可能會選擇用後面的方法 後面的方法 你必須要先撰寫這三段 制定函數 那至於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都 按